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你有因為你的家裡沒有健身房 導致你忽略了重訓這樣的訓練嗎 今天我將教你們使用這個MOVA肌力鍛鍊帶 就可以達到在家輕鬆有重訓的訓練效果喔 今天就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在這四種負重能力不一樣的肌力帶 可以達到什麼樣對於跑步有刺激性的訓練吧 OK 第一個要教大家就是使用最重紫色的肌力帶 來鍛鍊你的負重深蹲訓練 OK 首先第一步先把你的肌力帶 踩在你的雙腳大約是與肩同寬的位置 踩穩定之後把你的雙手都套進去這個肌力帶當中 然後站起來 當你站起來之後可以重新調整一下位置 那帶的動作是屁股往後深蹲下去之後再回來 往後深蹲下去之後再回來 這個時候你要感覺到你的力量呢 會有個肌力帶把你往下拉的動作 所以你要跟它對抗再往上推起來 往下放鬆 往上推起來 OK 第二個要教大家呢 就是用藍色的肌力帶來訓練你的 坐姿滑船上拉的動作 那這個拉的動作呢 訓練目的是吃雞你的背部肌肉 可以讓你在擺臂當中有更好的推進效果 OK 首先把你的藍色肌力帶呢 踩在與肩同寬的位置 踩穩了之後 把你的手慢慢往下移動 這個時候你的手越靠近你的腳的話 代表這樣張力越強 強度就越高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樣太大力拉不動的話 稍微往上移動 遠離你的腳 OK 所以我們先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抓穩了之後呢 把你的背稍微做夾背的動作 讓它呈現一個動作稍微微縮挺胸的姿勢 帶著動作 準備好之後 把你的手肘 向後拉 回來 向後拉 回來 這個時候記得你的身體軀幹 都還是呈現一個腰桿打折的情況 往後拉的時候 感覺你的後背肌夾到最緊 放鬆回來 夾到最緊 放鬆回來 模擬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往後擺臂的姿勢出現 OK 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只要用紅色的肌力帶 來鍛鍊你的單腳硬舉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在重訓器材或健身房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狐靈可以讓你做負重的 這個肌力單腳硬舉訓練 但如果你今天是在家裡 沒有這樣的重訓器材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肌力帶 就可以達到你在健身房使用狐靈做 負重的單腳硬舉訓練 那我們就來教大家怎麼做吧 OK 首先第一步先把你的肌力帶交叉對折 讓它變成兩個圓圈 準備好之後把它踩在你的腳下 一腳伸進去踩在你的腳下之後 這個時候身體腰桿打直 那腳的位置呢 大約就是後腿 感覺呈現大腿後撐很緊繃的狀態就可以了 那待會就是把你的腳往後延伸 回來的時候把屁股推到原位 站起來 慢慢往下往後延伸 到大腿肌最緊的時候 就往後回來 往後延伸 到骨頭肌最緊繃的情況 往前回來 往後延伸 往前回來 好 那練完剛剛的三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最輕的黃色肌力帶 把前面上的動作整合起來 讓你的跑步動作會更標準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會用這個肌力帶 綁在這個柱子上 那綁在這樣的球柱上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肌力帶 帶著你的身體往前傾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你剛剛在訓練當中所練習的這些動作 可不可以透過這樣的動作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良好的跑步姿勢 OK 所以我們就把肌力帶綁在這個柱子上 那稍微穿過去之後 就把你的身體 靠到這個肌力帶當中 然後放在大約是你的腰肌的位置 OK 那你固定好之後 就把身體往前走兩步 到肌力帶呈現緊繃的狀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原地的抬腿跑練習 來想像一下剛剛你在這些動作當中 有沒有辦法把肌力整合到跑步當中 所以你在跑的時候 沒有感覺力量放在肌力帶上之外 沒有感覺在你的白手 有時候做到像剛剛的夾背的這樣的動作出現 所以手往後夾啊 甚至往前頂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的使用MOVA肌力帶 可以再加輕鬆訓練的四種方式 那如果你真的對於這個肌力帶非常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 輸入我的折扣碼 就可以有稍微的優惠喔 對了 現在購買呢 還有贈送這樣的小型收納袋 讓你在每次訓練完畢之後 可以直接把你的肌力帶 裝到這個收納袋裡面 那對於你的包包來說 就不會有髒髒的問題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如果你想看到相關於更多 其他的跑步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下支影片 這裡有 His ogóle дел醒茶 水 下支影片